庄园中的角色大部分通过宝箱上架 一周后再上架 商城开放线索兑换通道 在庄园中也有很多直接空降的角色 截止到现在共有八位空降角色 其中有三位角色通过主线剧情免费送出 前两位是小说家和噩梦 通过重逢知识资料片送出 玩家完成全服任务之后即可免费领取 不同的是噩梦还附赠为一款精皮约皮肤品质极高 造型不出精华限定时装小说家的精皮 则在第二是在极精华艺中补气皮肤 名为空欧风宫廷主题 第三位免费角色便是记者在记忆灰烬剧情中送出 而且记者不需要完成任务 直接通过邮箱领取 同时策划还送出了大厅精皮 最早的一批空降角色是红蝶与约瑟夫 他们在18年就直接上架商城 并且有非限定的商城常驻精皮 红蝶的花架为欧风婚纱主题 策划设计了红黑两个造型 约瑟夫的则是星空主题 皮肤材质特殊 像是把星星穿在身上 纪录员也是空降屠夫 于2022年4月上架 同样也有半生精皮缔造者 但已经从常驻变成了现实 不过马上就要迎来返场 下面两个角色空降原因特殊 2020年策划与Sweword联动 推出了全新的监管者博士破析 同样有一件商城常驻精皮 而病患则因为精华宝箱精皮数量有限 心理学家通过宝箱上架 病患只能直接空降商城 并且他的诞生精皮陶醉之人还是限定的 目前已经没有返场机会 所有空降角色一周后都会上架商城 使用线索即可兑换三个剧情角色 你都是免费拿的吗